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们应该公道些 是其是 非其非 新一届政府似乎真的有听民意 还对民意有所回应 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宠牟 星期日出席无线电视节目 讲清讲楚时 第一次谈及有意推行安心出行实名制 这句说法即时引起坊间的反应 部分原因可能是前一届政府斩钉截铁地说 安心出行是不会推行实名制 有市民忧虑迟早会加入追踪功能 大家的私隐可能不能受到保障 虽然政府已经多次说明是不会这样做 是不会加入追踪功能 今天还是这样说的 据悉 根据医务卫生局原来的扣赏是怎样的 就是要求市民重新实名登记安心出行 和在安心出行这个平台上 增加了一项核酸二维码 在安心出行实名制的基础上 市民如果是做了核酸检测 就可以用核酸二维码来做一个登记 如果是检测阳性的话 这个二维码就会变成红色 是禁止外出的 长远来说 当局是希望做到强制检测的人士的二维码 是会变成黄色的 限制他们去食市等等 可以是需要脱口罩的地方 和其他高风险的地区 直到他们的核酸检测变为阴性为止 盧崇茂提出这个说法的时候 就认为需要限制接受强检的 高风险市民的行踪 还说是会考虑推行类似 内地健康码的系统 但是跟着那天 当他出席新冠疫情记者会那时 就已经是微调了个说法 就说黄码只是用来识别 酒店检疫人士 而不是其他强制检测的人士 强调这个措施是为了精准抗疫 并为了减少在酒店检疫的日子而铺路 想法是如果要减短回来香港的香港人 外国旅客也好 总而言之到港的人士 在酒店检疫的日子 就要加多一层保障 确保他们不会 亦都不能够去到高风险的地区 例如医院 老人院舍等等 当时劳宠茂仍然说 将会以安心出行配合 实施红马和黄马的制度 所以安心出行就要实施这个实名制 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话 特首李家超过去两天见传媒的时候 说到这个红马和黄马的时候 没有再提及安心出行实名制这件事 就昨天他出席完立法会前听交流会之后 同样都没有提及安心出行要做实名制 只是进一步澄清希望以黄马方便 由外国来到香港的人 当然包括旅客和香港人 亦都说明黄马最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缩减来到香港的人 酒店检疫的日子 没有说到黄马都会应用在强制检测者身上 当然大家就会问 如果不推行安心出行实名制 你怎样去识别红马和黄马 特首就说会按照实际的环境 科技的发展和管控疫情需要来决定 有些支持人士就说 是在特首新的指示之下 劳宠茂本来构上的安心出行实名制 应该就不会被采立了 当局已经是放弃了在安心出行平台上 增加这个核酸二维码 取而代之的就是利用现在的疫苗通 由于疫苗通已经是实名登记 有我们的个人资料 当有人确诊的时候 就可以将这个人 这个人士 他的疫苗通行证变成红色 而入境居家检疫的人士的疫苗二维码 就转了它为黄色 这个做法基本上是采立了 实证原出立法会议员田北辰 昨天在我们节目上所解释过的构赏 即是在现有的抗疫基础上 做出一些优化的工作 那就不用麻烦到市民 不会扰民 将对市民的影响可以减到最小 现在政府就未确实说 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做的 如果真的好像坊间所存的 的确是这样决定的话 政府的做法是值得赞赏的 即使最终没有接纳到田北辰的意见 仍然是采用盧宠谋的建议 原先的建议 曾经认真考虑过用另一个方法 我觉得也是值得赞的 怎样都算是对民意的一种回应 当然如果真的要走这条路的话 走盧宠谋的路的话 政府是需要解释 为什么盧宠谋本来的想法 比较田北辰的建议更加豪辣 因为在理论上也好 在技术的层面也好 疫苗通本身已经在有我们的姓名等等的资料 所以其实已经有实名之效 是不需要透过去修改安心出行的 这麽大规模性 全港市民再一次登记安心出行 不是简单的工程 其实都可以很妖民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大家的忧虑和担忧 安心出行不同疫苗通行政本身 是会有我们行踪的记录 即使你去一些不需要疫苗通的地方的记录 也会有的 因为你现在 比如说你入商场 这样计算 你只是入商场是不需要疫苗通行症的 但也要数一数安心出行的 最重要的就是 用疫苗通已经能够达到 变色红马 黄马自有人的效果 根本就没有需要改动现在的安心出行 进行实名制再登记一次 这样就可以减少对市民的滋扰 又可以去除市民的疑虑 达到精准抗疫的效果 可谓是一举两得 否则说真的 政府都不急在这一时 很快我们的电话通讯卡都是要实名制 安心出行自动都会变成实名制 综合多个政府消息 政府是真的没有其他隐藏目的 他们的短期目标就是为了缩短外地来到香港的人 酒店检疫的日数 是希望能够采取一个较低成本 和精准的策略 红马 黄马 就是为了这样而推出的 等到外国人 包括外国人 在内的人 是可以安全来到香港 消息就说 政府内部早前讨论政策适用范围的时候 是考虑过涉猎含蓋三类人 分别就是核酸检测阳性的人士 包括本地和输入个案 第二类是来到香港的人士 抵港的人士 第三类是在家里检疫的密切接触者 或者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的人士 不过暂时正如先前所说 是决定不会包含最后那类 即是那些要接受强制检测的人 以免令到政策失焦 没有了focus 亦都因为考虑到不少的市民 他离开厨所的时候 有时候是忘记登出安心出行 很容易引致大量的人 被列为高风险者 就会有杀错良民的机会 简单总结一下 现在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现时政府最新的方案 就是将核酸检测阳性结果的人 列为红马 配合隔壁手带 确保他们不能进入高风险场所和社区 将病毒传播出去 皇马的目的就纯粹是为了日后缩短来到香港的人 酒店的检疫期 现在来到香港的旅客就需要在酒店检疫七天 政府内部是研究中缩短的检疫期 例如是五日在酒店 两天是居家检疫 4加3等等不同的方案 即是只需要住几天酒店 而皇马的作用 就是让他们在剩下的几天 可以拿着皇马在外面活动 坐车、上班、上学等等 减少检疫的不变 但仍然不可以进入食肆 或者卡拉OK、健身室等等 涉及要脱口罩活动的高风险场所 当然医院都包括在内 大家一起密切留意一下新发展 如果能够尽早减少 抵港人士入住检疫酒店的日子 会是一个大功德 是会有在于减低外伤来香港的阻力 温馨提示智云有礼仍然是 继续推出进行的 任意参加的朋友 请在下面description的栏目里 按一按发在生相关的连结 填写简单的资料 方便我们联络你 产品和服务就会送给大家 还有今个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半 不要忘记在Facebook网上平台 参与创商学的技术与发展 新书发布及研讨会 到时我会和一班专家医生 和大家介绍香港医疗处理创伤的情况 和大家遇到创伤时 如何应对 有什么可以先学 相关的连结 也可以在下面description的栏目找到 王先生 网民问题 叫你帮我生头发 你又和我杀菌去投油 是不是甘症 王先生 你甘症 你可不可以在坏死的田里面种植 头皮游泡 积住的细菌 塞住的毛浪 不去游 怎样可以生一些 健康的头发出来 头发的事 就是发在身的本事 你试造免费疗程 收油之后 头皮轻松了 自然很快见到新头发 想要遇到赶紧 灭心 就会創症 明镇 我是李健欣 我是川科医生 我是何曉辉医生 我是鄭敏樂醫生 外科專科醫生 究竟創傷是甚麼 扭傷腳 戒傷手指都可以叫做創傷 例如高空墮下 工業意外 又或者嚴重的交通意外 這些嚴重創傷通常是指多器官性創傷 受傷的病人由救傷車送去急病室搶救 這個階段我們叫做黃金一小時 怎樣才可以在這小時裏 叫這班醫生一起去做一件事 有秩序 又沒有爭執的話 其實是學問 當時在美國外科醫學院 引入了一套方法 學問 我們叫做ATLS 有一個都很創新 我們叫做三合一的手術 就醫治盆腔骨的嚴重處血病例 我們三合一的意思 就是我們把三個手術方法 結合為一個地方 同一時間在室室裏做 可以很有系統 有條不紋 在這個黃金一小時處理到病人 因為以往來說 可能就是把三個方法 分開地方分開時間去做 於是死亡率就會比較高 我們把三個方法組合一起去做 外國學者叫做香港方法 創傷其實在外國 比如美國 新加坡這些國家 已經進化到是一個專科 香港現在暫時的發展 都未是很完善 我覺得將來創傷科 就應該向這個方向 再繼續去發展 以及去優化 最新的我們的結果 都是想創傷外平人 可以回復原本的生活 我們看到有一個降低了死亡率 於是我們就將我們十幾年的數據 就組合在一起 分析研究和寫成論文 發表在一些外國的 學術研究的論文那裡 我亦都很榮幸 可以在美國外科醫學院 發表這個論文 亦都獲得最佳的廠商論文獎 我們接下來七月十六號 就會有一個新書發佈會 我們亦都有一個網上直播 到時我們將書的內容 深入淺出這樣介紹給大家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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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